2023年是鬼卯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兔年 为了迎接兔年的到来 我做了一个关于兔子的风仁 这个中间是一个粉色的小兔子 小兔子手持一个如意 然后这个小硬翅的两边 一边有一个红符 就是蝙蝠 然后下面就是如意 都是一些好的鱼意在里面 这个风仁的鱼意 就是玉兔送福平安如意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这样的小风仁 这个风仁就是 跟我们杨家布的年画相结合 就是用了一个杨家布年画上的胖娃娃 然后两边有两个小兔子在守护着它 胖娃娃的手上拿着一个元宝 这个风仁的鱼意 就是玉兔送宝财运大吉 我们不光做了一些关于兔子的风仁 我们还做了一些关于兔子的小灯 这个兔子灯是北京的客户订的 过年的时候这里面装上一些灯 装灯以后拎着走 也是非常喜爱的 然后这个兔子应该说是比较活泼可爱的 像它的大耳朵 然后它的前面的小嘴唇 都是这样凹进去的 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做的是非常麻烦 但是我们还是力求逼真 我们做的这些兔子灯呢都是纯白色的 就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自己动手对话 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别具一格的兔子灯 兔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我希望通过我做的小兔子风仁呢 给大家带去祝福 祝大家兔来运转 前途无量 扬眉吐气 兔年大吉 大家好 我是咱维夏布娃具的省级非物质玩法医查查成人 三秀兰 我做这布娃具呢 做了就三十多年了 咱这个主要是棉家查成下来的 不能跟棉家这些习俗啊 躲了鬼啊 你就像这个兔吧 他就是不管大的小的哈 咱在这个背上都是背着这四个铜钱 代表一年四季往家背钱平平安安的 所以叫四季平安三才兔 不管什么年吧 咱家里就是喜欢给小孩做个小布老虎呀 觉得那孩子在家吧 就是糊涂糊糊糊糊生微的 每年的这个老虎销量也是比较好的 五六点钟就起来干哈 晚上的会儿就咱们也得干到四二点以后 一天的会儿咱们也得出二百个吧 定打已经是定到明年的五一了